陈先生我们看到这个美中关系啊 在这方面美国的动作应该说是接连不断 我们看到第一步这个川普换到了这个国务卿蒂勒森 换成了这个鹰派的蓬佩奥 然后又换掉了经济委员会的主任科恩 换成了一个这个保守派的经济学家叫库德洛 那么又在昨天换掉了这个迈克马斯特国家安全顾问 换成了一个博尔顿同样是鹰派 而且就在今天美国的这个军舰已经到了这个 中共控制的岛礁12海里的范围之内进入了南海 那怎么来看待美国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动作呢 这个说了这一点呢 就是美国总统这个川普的行动啊 就像当年的拿破仑一样 像一个将军一样行动非常果断 所以最近连换三个重要的职位啊 都是可以说三箭齐发直指中共 首先他换这个首席经济顾问科恩 是因为科恩不支持他对钢和旅财征收这个重关税 那么他就决定撤换 那么他换上这个新的经济顾问 库德洛一上来就宣布 不仅支持这个政策 而且说这个政策只针对中国 只针对中共 就盟国是免的 盟国是免这个政策 不受这个关税的影响的 所以这个就符合了川普的意思 第二个他为什么换国务卿呢 国务卿迪勒森是一个不错的人 他是以前是这个埃克森美孚公司 就是华尔街上市公司 最大上市公司的这个执行长 以擅长谈判而著称 而且他上来的背景是因为亲俄 他跟俄国有广大的关系 又等俄国的石油投资 那么当时川普最初是要联俄抗中 联俄自贡 那么但是后来由于受自己通俄门事件 未能成功 那么现在呢 这个狄德森履行员也到时候了 因为狄德森擅长谈判 但是川普认为谈判的时期已经到了 跟中共跟这个北朝鲜也好 跟这个伊朗也好 谈判过去了 川普需要的是行动 不是谈判 说狄德森应该下去了 但是他是尊重 下去的他都是尊重的 并不是说赶走 那么新上任的国务卿 这个是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彭皮奥 他是每天向川普提供这个情报简报的 说川普通过这个情报简报了解中共的这个阳奉阴伟 首属两端 尤其在朝鲜问题上 贸易问题上 一直是在跟美国这个耍阴谋 诡计 比如朝鲜问题假装跟美国合纵 结果在海上输送石油 这个偷偷送石油 那么贸易问题上 假装跟美国台判 实际上是拖延时间 进一步的想 这个削减美国 这个是这个美中贸易局他继续扩大 说这个彭皮奥而且我们要是茶党 这个这个共和党里面的茶党的 最具传统价值的部分 他是坚决的鹰派 他原来就主张对朝鲜动武 主张对中共反制 那么换国家安全顾问更加重大了 川普换了三个了 第一个是弗林竞选大将 但是弗林与通俄门事件上任不到一月 被迫辞职 第二个他选了麦克马斯特是一个将军 陆军中将 那么他是将军内阁和商人内阁 麦克马斯特本来当时有意就退休 是勉强接受了这个职务 另外上任自来的就说是这个 并不是对国家安全 他有太多的建树 那么他也是有这个趣意 在这个时候选择了 选择的人选是非常让外界大吃一惊的 这个人选是非常有名的 约翰 这个中国翻译成约翰博尔顿 台湾翻译成约翰波顿 江波尔顿 这个人呢 他是以前在小布什总统时代 担任个助理国务卿 也担任个联合国 美国助联合国大使 他是鹰派中的鹰派 非常强有意识形态的 他是非常主张对极权政策采取措施 他主张攻打这个伊拉克 是他坚决支持的 资金为2003年 推翻沙特姆政权的这个小布什的战争辩护 是少数几个辩护的之一 另外他主张对朝鲜动物更换政权 另外他主张对伊朗可以空中打击 另外他主张对中国 中共采取坚决的措施 他非常的清台 他在2017年 07年就对台湾说 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有权利回到联合国 说没有人可以阻止台湾回到联合国 2012年他又进一步的说 美国要支持台湾 成为一个有主权的保卫台湾民主价值 那么他在川普上任的时候 他是国务卿的候选人之一 他当时有一个名言 当时川普跟蔡英文通电话 当天就跟这个博尔顿有一个面台 这个博尔顿支持他通电话 而且通电话 这中共暴跳入力 博尔顿就发布了一个言论说 中共无权对美国总统跟谁打电话 那个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另外他还提出一个 他应该把部分驻日美军移住台湾 可以一举两得 一方面是这个减轻这个 这个驻日美军在那边 那个基地因为摩擦的问题 这是美日之间的摩擦 另一个加强台湾的防务 他说台湾距离南海更近 比那个冲绳和这个关岛更近那个前线 说更有意对付中共 实际上他那个政策非常妙 但川普没有采纳 他是绝妙在哪里呢 如果美国驻军台湾 就跟美国驻军南海一样 驻军南海就抵挡了北韩的入侵 驻军台湾就会抵挡中共的入侵 保卫台湾民主 所以他这样一个立场 当时川普为什么一选来当国务卿呢 是因为他对这个俄国也非常强硬 他主要对俄国 而川普是希望这个稳住俄国 拉俄国 因为过去是联中自输 要联中抗输 现在要联俄抗中 所以这一点没跟川普吻合 所以川普没有考虑任国务卿 但这次川普大胆起问 他为国家安全顾问 那可以说是举世震惊 那就从中共而来三箭齐发 都对着中共 表面上说是为了应对 跟金正恩的谈判 跟这个伊朗的这个核协议 事实上这都是小儿科 真正的大事件 就针对中共贸易战 这个南海各方面的 这个事态 台湾朝鲜问题的启发 所以他需要一个坚强的阵营 一个战斗阵营 一个行动内阁 而不是仅仅说说而已 这三箭 那么我们下落了 na